在2020年有一部不神奇的动画 《日本沉默2020》 人们每天醒来都是深渊 都是末日 每个人为了活命都变得冷血无情 甚至一些老色皮在末日当头 还能被欲望冲昏大脑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这部动画 被很多观众褒贬不一 那么它究竟讲了什么 那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吧 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淡淡无奇 甚至充满了欢声笑语 高中生武藤布是学校田径队的王牌 老师对他的期望是四年后代表国家参赛 四年对于现在的武藤布来说很遥远 可对于下一秒的他来说却更加遥不可及 因为地震来了 武藤布所在的地方只有四级地震 可从神则发生了最强级别的七级地震 武藤布等在更衣室准备换衣服时 手机的地震情报再次响起 大家都以为是余震 静静地等候者 等来的却是更加恐怖的七级地震 等武藤布醒来 更衣室已经变成了废墟 到处都是他同学的鲜血 还有一个还活着的同学 半个身体都被压着 正冲着他喊救命 何时见过这样的阵仗 武藤布害怕极了 他拿着手机一路跑回家 这个由爸妈进行设计的家 已经变成了废墟 武藤布更加惶恐 到处寻找弟弟武藤刚 还有爸爸武藤行一郎和妈妈武藤玛丽 这时他看到山上的陈设 亮起了几彩灯 跟家里的彩灯一样 他确信是爸爸的杰作 一路小跑竟真的见着了爸爸 随后武藤刚被熟人七海小姐背来 他只有眼皮受了伤 很快 妈妈玛丽寻着彩灯赶来 一家人团圆了 只不过是在一片废墟和祸海市中 幸存后的武藤布 想起被自己丢下的同学们 就自责地大哭 这时突然有尸体 从直升飞机上掉了下来 还有的挂在树上流着血 因为故障 每一个人都盼望着跳机后 极小的求生概率 这一幕被武藤布都看在了眼中 等到第二天 海水已经蔓延到了山脚下 海水一直在上涨 有位知名博主小野寺 发布了一条消息 整个日本正在以嵌城县为中心下沉的信息 但是也许大部分日本人并不相信他 这是荒谬 不过武藤一家还有一同避难者 决定转移阵地 他们打算往地位置高的地方转移 等到岔路口时 一条是去东部的嵌城县附近 一条是去西部镇中的重生 一大部分人不相信嵌城县的沉默 有位店长说 他在东部的超市可以为大家供粮 于是除了武藤一家 所有人都跟着店长往东部走去 武藤刚刚询问了外国朋友 外的朋友建议他往西部走 所以武藤一家和七海 还有武藤不暗恋的骨河村生 决定一起往西部前进 一面是玛丽用他的照相机 给大家拍了合照 在路上 武藤不将最后一瓶水 分给了路边的脸麦夫妻喝 结果老奶奶直接将那瓶水收入廊中 父亲并未生气 反而是鼓励大家继续前进 前面一定会找到水喝的 而在路上 他们又碰到了小小的地震 于是他们决定往山上前进 在山里找到干净的小瀑布喝到了水 随后又来到居住区 可是没有见着活人 有乌鸦在吃尸体 随后有只野猪从房子里出来 攻击武藤他们 父亲大赞野猪胜利 让大伙吃上了烤猪肉 带着武藤不吃回下去 所以只有他饿着肚子 一伙人继续前进 可似乎他们这群人 就像是上天的宠儿一般 因为他们又找到了山药 从小武藤不最喜欢爸爸做的山药了 所以他立马说想吃 于是父亲便负责挖山药 他坚持山药的美味 就是挖的时候不把它弄断 所以父亲挖呀挖 挖得极深 然后不幸的是 他挖到了为引爆的炸弹 这里本来就是坚持路内的地区 但是他们一伙人并会当回事 父亲被炸得四分五裂 他的手掌飞到洗干净的裁板上 父亲死了 玛丽带着大家几时前进 大家都没有什么悲伤的情绪表露 但是武藤不自责极乐 甚至有点自暴自弃 他看不下去 母亲他当做啥事都没有发生的状态 却殊不知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精神 其实都已经面临崩溃 叶里玛丽他们坐上了一辆顺风车 可是司机是个不讲道德的混混 他甚至想要侵犯七海 最后被大家合力给打晕了 温柔的七海将混混的眼镜递给了古鹤春生 因为他的眼镜早就碎了 之后大家继续出发 很快就走到奥富士山脚下 一路上武藤不收购了七海跟古鹤春生过分的亲密 而故意提出想七海陪自己去小姐一下 结果七海就在一处地方晕倒了 这时听估飞来一位青年博主海斗 他大喊地表喷出了毒气 那武藤不别再下去 武藤不捡回了一条命 但七海却因此丧命了 武藤不又一次自责起来 但又有啥用呢 而海斗的动力伞还能带一个人去安全地带 武藤不拒绝抛下大家 于是玛丽请求海斗将武藤刚带走 结果海斗看着大家都像是好人的模样 于是扔掉了动力伞 打算带着他们一起前往安全地带 路上他们进入一家看 假如人的超市哪些食物和利用品 可突然就有利剑射向大家 这个人躲在天花板处 自称是超市的老板 慌乱中武藤刚重剑了 不过幸运的是 武藤刚胸前的游戏机为他挡了一件 可无以为自己杀人了 超市老板最终还是现身了 他有些紧张地出来查看武藤刚的情况 并向他道歉 随后超市老板说暴风雨就要来了 让他们在此避一避 超市老板还帮武藤刚修好了游戏机 提供食物招待了大家 外面的暴风雨把门吹得嘎吱嘎吱地响 武藤刚还想去外面洗个澡 结果海斗说核电站在冒烟 所以雨水里含有危险的成分 等到第二天一大早 还都在测量地面倾斜度 日本确实正在向太平洋倾斜 意味着日本真的可能会沉默 话音刚落地震又来了 超市老板赶紧提供小卡车 带大家一起逃离 路上碰到了一位乐情礼貌的外国人丹尼尔 也顺便让他搭上了便车 小卡车到了很远的路 追踪抵达了升光室 这里还栏放着烟花 地表也没有倾斜 升光室的管理者带他们去洗浴 再到福地堂皇的餐厅用餐 还提供了出世的蒙古包房间 这一切都像梦一样美好 升光室其实就像是一个大宗教 有位圣母 圣母牵着儿子大帝的手 可以通过摸死者的东西 来传递死者想要说的话 活过一天只接待三个人 海狗并不相信圣母真的能够通灵 他拿七海摸过的眼镜给圣母摸了一下 圣母便回复了一句 说要休息的人是我 你不要在意 听到这句话 武藤部立马痛哭了起来 瞬间大家都有些相信 圣母通灵的能力的 而圣光室里有学校 也可以为大家提供工作 传生便到大妈田里赶活 武藤部很想跟死去的爸爸对话 想追圣母那报名 可是玛丽不允许 武藤部没有看到她掉过一滴眼泪 并觉得她不伤心 而生气地跟她吵架 第二天一遭 玛丽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她不是不难过 只是为了大家而坚强 而且爸爸说过 收起眼泪 继续向前 哭根本解决不了事情 这两天超市老板一直在养金蓄肋 她变身帅气的弓箭手杀死了两人 她把十岁男孩幻想成自己的孙女兵带走了她 但是卡车撞到铁门 她晕倒了 超市老板被关在地牢里 因为没有毒品吸食而狂躁不已 武藤部在医院照顾一位全身瘫痪的男人 结果发现她就是小野四 小野四告诉武藤部 大地震马上就要来临 于是紧张的武藤部赶紧通知大家 可这天正好是大地的十岁生日 圣母本想给她一个盛典生日会 可地震真的来了 圣母刚跑到大地房间 大地就趁他喊了一声妈妈后 便被石头砸死了 这是大地第一次说话 圣母特别痛苦 打算和儿子一起死去 结果还有很多人都留下来 要陪圣母一起死 他们都是感谢圣母给他们新生活的人 而还斗则冒着生命危险 去地牢救出了超市老板 但他不愿意离开 担心众人会因为自己而嫌疏更深的泥潭 整个盛光是坦塌了 满了一群人惊险的坐车逃离 他们也带走了小野四 救援船抵达日本已经是第二艘了 一艘能隆纳一千人 这次小野四再次预言会有大地震来 玛丽他们忘记了身份证号 而武藤部作为最有前景的运动员 可以特权上船 可是武藤部还是不舍得跟家人分开 选择留了下来 然后船刚开一火 富士山就开始冒烟了 地震来了 玛丽他们继续开车逃跑 骑流将钢筋插进了春生的胸前 差一点就插中心脏 他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 以现在这种混乱的情况 似乎只有在海上才能暂时安全 很快一会儿人就看到巨型浮体在海上漂流 但是他们只接收纯正的日本人 因此混血的玛丽一家不能上船 可这时有个好心的船夫 让他们上了船 而不远处的巨型浮体则因为没有航海经验 而触礁爆炸了 玛丽他们在的船也因为进水 而不得不分批做救生法逃离 希望到来总会破碎 在绝望深处待久了 是否也就麻木了 之后武藤部 武藤干和船夫 乘坐一个救生法 善良的船夫给俄人云船药并保证一定护送俄人平安 而这时的日本已经沉默了 然而第二天武藤部才刚醒来 就看到船夫已经死掉了 他的肉体被鸟吃得只剩下一半 接着又被鲨鱼给吞了 武藤部害怕急了 最后的很多天 武藤部姐弟俄人靠喝海水 抓鸟 抓鱼 活了下来 他们带了对爸妈的思念坚强的活着 终于 玛丽和孙生找到了他们 一伙人再次团聚 接着他们找到了一个快艇 可是快艇的绳子在水底被缠住了 而在这时 玛丽身上的心事辅助器 因没电而停滞了 这意味着玛丽的死机来了 玛丽没有在隐瞒自己患病的事情 而是温柔的同儿女道别 让他们别放弃自己的梦想 她潜入海底 释放了绳子 可她自己却心跳 永远停止了 不久后 武藤部三年雨还抖着船重逢 小野斯也在船上 大家靠岸 吃了海上要捡的食物 在天然温泉泡澡 所有继续出发 一起去小野斯给了坐标 小野斯把博士 最终的资料都存在那里的云端 如果拿到资料 也许可以解救日本 抵达了目的地 资料在山洞里 海斗背着小野斯进去 蓝额地震来了 山洞马上坍塌 海斗只能把电脑芯片给取了出来 只有一个氧气瓶 她和小野斯共用 惊险地游了出来 然后出来才发现 小野斯为了海斗 根本没有使用氧气 知道真相的海斗痛苦极了 她一点都不想再有人死去 于是不断地对她进行联工呼吸 最终就活了小野斯 但这时大浪又把芯片 冲到水面上卡在那 很快就要飘走 巨浪几十秒一次 所以必须有人在几十秒内 将芯片给拿回来 春生曾是学校最厉害的跑步选手 这次他主动请阴 这是他的荣耀 可最终春生还是来不及 只能将芯片扔了回来 自己则被大浪卷走了 芯片里不仅记载了日本沉默的地方 也记载了土地会隆挤的地方 但是手机没有信号 无法查看农骑的位置 与之海斗弄了各个气球 他飞到高空中 和巨寒和大风抗争 让手机恢复信号 接着海斗用气球 发出了救救信号 武藤布他们被救援人员找到 武藤布的小腿在第一次地震 便被划伤了 一直到今天已经不得不劫持了 他没有犹豫 选择了勇敢的劫持 但他没有放弃梦想 武藤布和武藤刚 都凭借了自己的努力 在八年后带着爸爸妈妈的爱 登上了奥运会的大舞台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而海斗也在默默地支持他们 日本的土地也在满满的隆起 很多人都回归了祖国 重建祖国 只要还有希望 所有人就不应该放弃 故事结束 这部动画感动了很多人 却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吐槽 关于日本沉默这个系列 相信大家也都看过了无数个版本 有电影有小说 有漫画等等 本身就是属于争议性较大的题材 加上鬼才导演 唐前正名的路上 将这部动画 几乎抬到一个极高的地位 但果然不出所料 他摔得挺惨的 先是延续之前的神作 耳魔人的风格 被很多人调侃不用心 其次组织团基本是一集一个领便当 投入连续拥动数集 让人产生疲劳 这就是大多数人的不满 可在我看来 这部动画被当作难作 是真的有些冤 背景是以日本2020展开 但后续内容就会发现 基本就抛开国界 不谈论国家 致谈论生存 生命的失去就是一瞬间的事 能而猝不及防 很多人之所以无法接受这部动画 除了后面几集内容 真的有窃取的潦草以外 更多的是不习惯 让评里以魔幻主义自居的 唐简大导演 竟然派出了这样的 现实主义内容 我总说过灾难片也好 爱情变也罢 一旦车上需要共鸣二字的片子 都会是产生极大争议 因为有人能够被其中的一些剧情 煽动情绪 而有些人无感 则会觉得莫名其妙 有一部动画也是讲述 日本地震 东京地震8.0 没有任何魔幻元素的加入 或许 这才是大家口中的灾难片 而当警导演这部动画 我留意算是 他目前最现实的一次表达 谁说灾难中 就一定只有黑暗 至于你问我 推不推荐看这部动画 我个人是觉得还挺不错的 但是第十集 是真的不建议看 另外 容我开个小玩笑 如果你喜欢拍照 那么我劝你还是别看了 虽然这部动画 有很多地方充满魔幻 可现实中的2020 难道就不魔幻了吗 关于灾难 任何人都不想遇到 2021已经开始了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在今天这些视频底下 给自己评论 打个气 2021年 加油 我是少年 一个名的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能为小朋友解说 请点赞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